我在专访宋楚瑜的时候连续逼问他两次 你到底要选国会 你认为未来改造台湾重点是在立法院 还是你要跟马英九同台竞选 连续逼问了他两次 宋楚瑜都没有正面的回答 重点是要在这场总统大选里头参与 还是要在立法院党团里头有一个亲民党 现在在做重大决策太粗糙 两党在做这方面的所谓的协商 对于这些人 我觉得心里面很难过的 我们号称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民主的改革 才走上国会前面改革 到现在逐渐又要走回一条路 国会不能解决问题 街头才能解决问题 所以为什么劳工也会上街头 所以你在乎的是国会 做国会 你真正讲起来 我们现在如果还持续的 不能够在国会解决问题 把这个意见去做整合 台湾的意见已经不是只有两个极端 也不是两个例 是有很多需要多元化的compromise 所以宋主瑜等于是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告诉观众说 你不会参选跟马英九同台的竞选吗 我在这里不需要马上去决定要到底要去做什么决定 所谓的价值到底我们应该走上街头来吵架 我们好好去做嘛 去把这件事情先做好吗 我会觉得是博宇 还要再试试看 结果又被人家说是泛蓝的破坏者 我特别您这句话 好多人曾经在不同的这些里面谈到了 其实真正要挽回一个团体真正的希望 不是在归咎于另外一个人跑来 而是你应该去查查 那现在的为什么不让大家能够这样回心 你看所有的民调跑来跑去的 对不对 有时候跑到民进党也跑到国民党 当中最重要的一些中间选民所做的决定是什么 今天我们所要选择的 不是说还在那边说我要维护那个招牌 今天如果只有那个招牌 那个招牌所卖出来的货 跟你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